十幾隻大貓熊寶寶被保育人員抱在懷裡 在春節即將到來之際一同向民眾拜年 然而在這些可愛的賀年影片背後 卻隱藏著保育人員們不為人知的心酸 中國大貓熊保護研究中心 和成都大貓熊繁育研究基地 兩間大貓熊保護機構六日聯合 舉辦貓熊寶寶亮相的新春活動 要知道一隻半歲的貓熊寶寶 平均體重大約是1.2公斤上下 而且性格還相當頑皮 要扛著他們前往拍攝現場 還要控制場面 並非一件容易的事 那麼為了迎接新春佳節的到來呀 咱們的熊窩中心 可謂是下足了十足的功夫 只為了給大家送上新春祝福 畫面中可以看到有個小不點 已經按捺不住吃東西的慾望 不停試圖掙脫保育人員 衝向擺放在舞台前方的美味佳肴 而保育人員們在拍攝完成後 也給了這些貓熊寶寶 放風的玩樂時間 一來到機會自由活動的他們 不是到處爬上爬下 就是開始肯舞台布景 各種調皮搗蛋的行為 讓現場保育人員好氣又好笑 場面十分逗趣 熊貓寶寶寶受福啦 題目前的朋友們準備好了 不過這樣的熱鬧排場 想必也會為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們 帶來不少歡笑 也為接下來的新春揭開精彩序幕 懷語新聞是沛宣總和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懷語新聞 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隨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請訂閱按讚 按讚 售 歡迎 記得